男子交头接耳 他们个个大有来头 管的可是全世界的钱 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 英国央行总裁贝利 和加拿大央行总裁马克林 周末齐聚一堂 来到美国联总会年会 鲍尔也终于给大家带来好消息 此话一出被视为为联总会 为9月降息排版定案 根据民间机构联总会观察报告 这次降息一马的几率高达76% 但要降两马恐怕还得等等 但不管降几马 华尔街看投资前景早已一片光明 市场早在第二季就开始 喊话降息 却迟迟等不到联总会开口 如今美国开口 欧洲和英国三大央行 也在23号跟进 全球迎接降息第一步 也意味通膨时代 即将随之落幕 不过专家提醒货币政策上路 并非以细生效 而是渐进式改善 民众还得有点耐心 金新闻 李梅杰周成为报道